六 需求的幻想 你若想要获得平安 唯有透过彻底的宽恕 没有人能够真正学到东西 除非他不止真的想学 而且相信自己确实有某种需要 在上主的造化里一无所缺 在你打造的世界里缺憾触目皆是 两者最根本的区别即在于此 欠缺憾意味着你的处境如果有所改变 你的日子会好过一些 在天然分裂之前 人就是也就是指人类沦落前 本是一无所缺的 也没有任何需求 直到你剥夺了自己的天赋权利之后 有所需求之念才油然而生 你会根据需求 在你心目中的大小轻重而反应 而它的本来先后 又是根据你对自己究竟是什么的认知而定的 与上主分裂之感是你唯一有待修正的欠缺 若非你先取解了真相 否则怎会生出这种分裂之感 又怎会认定自己有所欠缺 一旦犯了这个基本错误 你便会按照不同的需求 而把自己的生命分裂为不同的层次 需求层次的观念便是如此形成的 你的生命一旦整合了 你的需求自然也会统一起来 统一的需求会导致统一的行动 因为它再也不会自相矛盾了 需求层次的观念 源自人可能与上主分裂 这原始的无名意念 你必须在此念 伸出之处就地修正 才修正得了后续衍生出来的需求 层次的观念 你若想同时在不同层次运作 必然成效不彰 但是你不能不如此运作 修正必须由下往上的垂直推进 这是因为你还认为自己活在空间中 上与下的概念对你仍有意义 终极来说 空间与时间一样虚妄 它们只存于你的信念之中 这世界存在的真正目的 是给你一个修正自己不幸的机会 你对恐惧引发的后遗症束手无策 因为恐惧是你造出来的 而你对自己所造之物 必然坚信不移 因我 从这一心态来讲 我不是指真正的内涵 你很像你的造物主 他对自己的创造 也怀有绝对的信心 因为那是他的创造 信念能使人接受遗物的存在 为此 你可能相信一个 没有人信其 没有人信其为真的事物 只因它是你创造出来的 对你便会显得真实无比 恐惧不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讲 都不可能是真的 因为它既不存在于创造层次 表示它根本就不存在 你愿让自己的信念 接受这一测试到何种程度 你的知见便会得到 同一深度的修正 奇迹教你分辨真正 真实与虚妄之别的逻辑即是 完美的爱驱逐了恐惧 恐惧若存在 完美的爱就不存在 然而 唯有完美的爱存在 恐惧若也存在 表示它已造出了一个 不存在的知境 你若真能相信这一点 你就自由了 只有上主才能给出这一解决方案 而你的信心正是他给你的礼物 七 对奇迹本能的取解 取解的知见 会沉沉覆盖你的奇迹本能 使你难以意识到它的存在 把奇迹本能与生理本能混为一谈 必会严重地扭曲你的知见 生理本能 只能算是一种被误导的奇迹本能 真正的快感 那是来自行成行上主的旨意 因为违背了上主旨意 无异于否定真我或自信 否定自信的结果 一定会将你误入幻象 唯有修正这一错误 你才摆脱得了幻象的蒙蔽 你竟然相信你自己能接外在之物 修复你与上主及弟兄的关系 别再自欺了 上主的孩子 你是为了创造美善及神圣而创造的 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由于人们的眼光依旧毁暗不明 上主之爱不得不暂且透过有形之身来传达 你也能善用身体来拓展你的知见 获得肉眼无法看到的真实会见 这一学习可说是身体唯一的真实用途 幻想只是一种被扭曲了的会界 任何幻想都属于一种曲解 因为它们会扭曲之间 将人导向幻想幻境 因曲解而生的行动 其实只能算是一种本能反应 当时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幻想不过是依据自己虚妄的需求来打造真相罢了 你一旦扭曲了真相 你的所知所见 便将你导向灭毁灭 幻想只是忘用联想能力的一种方式 企图从中获取一些快感 就算你真的看到自己幻想或幻想出来之物 也不可能把它弄假成真的 只有你自己会把它当真 你必会相信自己所造之物 如果你给的是奇迹 你也会同样相信这一奇迹的 于是你的信念便有力量支撑起领受奇迹之人的信心 只要奇迹的施者与受者双方都看出了真实实相 足以满足人心的特质 就无需借助幻想了 唯有真相被篡位而失落其位时 你就没有完全解 包涓才可能趁虚而入 人间只要有一个努力存在 你就没有完全解脱 所以全面恢复圣子奥提的真相 成了心怀奇迹大志之人的唯一目标 此书是一部绚练你起心动念的课程 整个学习过程要求某种程度的专注与研读 课程的后段十分依赖前面这几章的基础 切目掉以轻心 你需要它们为你打好基础 缺乏这一基础功夫 课程后半部会使你望而深阙 而难以发挥大用 然而当你阅读前面几章时 你会开始看到不少留待下文分解的伏笔 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 人们常常混淆了恐惧与敬畏的心态 因此这课程需要帮你打下稳定的基础 你曾说过敬畏之心不适合套用于圣子身上 你也不该对你的同辈产生敬畏之心 但我又强调敬畏只适用于造物主前 我也谨慎地向你澄清了 我在救赎计划中的角色 我无意自抬身价 也无意自贬身价 我设法以同样的心态对待你 我一再声明 因着我们与生俱来的平等性 你不应对我心怀敬畏 随后 这课程会涉及较多直接迈向上主的方法 但你若尚未准备周全 便贸然进入那些阶段是不明智的 你很可能把敬畏与恐惧心态搞混了 正如一来 那种经验对你可能是创伤而非福分 终究来讲 疗愈是上主的事 疗愈的方法已经仔细解释给你听了 也许启示偶尔会向你披露一些终极景象 可是要达到彼岸 你还是得按照按部就班的走下去 第二章分裂与救赎 一分裂知识 推恩或延伸 那是上主赐给圣子的基本能力 上主在创造之初 即已将自己的生命延伸到他的造化之中 赋予了他同样的爱与创造的愿力 他不只是圆满的受造物 而且还是完美的受造物 在你内虚无 没有藏身之处 你如此消失你的造物主 翘死你的造物主 必然充满创造力 上主儿女不可能失去这种能力 因为这是他与生俱来的禀赋 然而他却能忘用创造的天赋 把他的扭曲为投射 每当你相信自己有所欠缺或虚无 并且企图用自己的观念 而非真理去填满虚无时 推恩能力便被扭曲为投射了 扭曲过程通常会经历下面几个步骤 首先 你相信自己的心念 改变得了上主的创造 第二 你相信完美之物 可能变得不完美或有所欠缺 第三 其三 你相信你能扭曲上主的创造 包括自己的生命在内 其四 你相信你能够创造自己 你想把自己创造成怎样 完全取决于你 这一连串的扭曲 最后呈现给你的图像 就是分裂的世界 或恐惧的企图 分裂之前 这一切根本不存在 即使当下此刻 它其实也不存在 凡是上主创造之物 必然翘似于它 上主儿女的推恩能力 只应同样出自上主 故与它 故与它由天父继承而来的内在光辉 亦去同工 它的真正源头 出自心内 不论是天父或是圣子 都是如此 由此推之 整个造化 不只包括上主创造的圣子 还包括了心灵 已痊愈的圣子所创造的一切 这一切都是靠上主赋予圣子的自由意志 因为所有的爱 造化皆同处一圆 来自上主平白的恩赐 为此 造化的每一部分都同属 都属于同一层次 在异典园或是天人分裂以前 心灵 原是一无所缺的 当亚当听信 蛇的谎言时 他所听到的 绝非真相 除非你甘愿受骗 否则 你无需继续听信那些不实之言 那一切真的会在眨眼之间 消失得无影无踪 因为 它本来只是一种望见而已 然而 梦中的一切 看似来真实无比 有趣的是 圣经仅仅提到亚当睡着了 却不曾提到他的苏醒 这个世界不曾有过全面的觉醒 或全面的重生经验 只要你继续投射 或妄造下去 就没有重生的可能 尽管如此 重生的机会 忍在你内 等着你推恩出去 一如上主 将他的圣灵 推恩于你那般 在十项里 这是你唯一的选择 因上主之所以 赐你自由意志 原是 原是为了你 给你创造完美的喜悦经验 归根结底 所有的恐惧 都是出自你认为自己 有寸夺上主大能的本事 这一基本妄念 这是绝不可能的事 你也从来没有这种本事 这是你终将有恐惧中 解脱的保证 你唯有接受救赎 方能挣脱恐惧 你才能会明白 这一切错误 其实从未真正发生过 亚当是在沉睡之后 才陷入噩梦的 假设有一闪 一盏明灯 突然照到 正在做噩梦的人身上 他必会把灯光 全视为梦中一景 而更加恐惧 直到松醒之后 他才会正确地了解那光明 因为他已经脱离了梦境 梦里的种种 顿时显得虚幻无比 这一解脱 不是皆幻象之助 而是靠真知的光照 他不仅还还你自由 还清清楚楚地 让你看到自己本来就是自由的 不论你过去受到什么蒙蔽 都无碍于奇迹的出现 他能同样轻而易举地 至于所有的谎言 望见在他眼中 没有大小轻重之分 他唯一的任务 只是分辨真理 及妙物 不再混淆 有些奇迹 可能比其他奇迹 壮观得多 比其他奇迹 壮观得多 可是 别忘了奇迹原则 第一条 奇迹没有难以之分 在实相里 任何缺乏爱心的行为 都无法伤你分毫 不论那是来自你自己 或是他人 也许是你对他人而发的 也许是他人加入你的 平安 那是你与生俱来的本性之一 你无法由外旋得 向外追求 本身即是生病的征兆 内心的平安 才是健康的标志 他能使你在缺乏爱心的外境中 屹立不遥 即使是缺乏爱心之人 也会因着你所接纳的奇迹 而获得修正的机会 二 救赎的防护作用 你能够做到 我所要求的任何事情 我鼓励你去行奇迹 让你明白 奇迹乃是出自我们的天赋本能 具有修正及疗愈的作用 而且无缘佛见 奇迹 无所不能 但你心中若有所疑虑或恐惧 你便行不出奇迹 你若害怕任何东西 表示你已认可 它有伤害你的能力 别忘了 你的心在哪里 你的财宝就在哪里 你重视什么 你就会对它信任不已 如果你心怀畏惧 表示你的评估有误 你的理解 也会跟着做出错误的评估 你若赋予所有的念头 同等的威力 你的平安 便难以立足 为此 圣经有超乎人所了解的平安一说 没有一个错误撼动得了上主的平安 它否认了任何不是来自上主之物具有左右你的能力 这是使用否认最上层的手法 因你用你用它修正错误 它将所有错误 既然错误有黑暗是同一回事 光明一线 光明一线 错误自然获得了修正 真实的否认是一道有力的保护机制 你能够也应该否认任何要你相信 错误能伤害你的信念 这种否认 无意隐瞒事实 它是一种修正 而这是一切正经的基础 否认错误 是对真理的有力保护 否认真理 是会使你扭曲了天父的创造力 而创成 而造成小我的投射 否认错误 能够释放心灵 重建自由意志 为正减效力 意志 如果真正自由的话 是不可能妄造的 因为他的眼睛为真理是瞻 你可能保护真理 你也可能保护错误 你若先肯定了目标的重要性 就不难了解他的方法或手段 真正的问题在于 他的用意究竟何在 每一个人都会保护自己的财宝 这是自发的本能 你究竟在珍惜什么 以及你珍惜他到什么地步 这才是关键所在 你一旦学会如此反问 且将这一反问带入所有的行动 你不会看不清那些手段背后的真正企图 只要你求 方法随时都有 你在这一关上 若不再 无谓的拖延 你必会省下不少时间 焦点 一旦对正了 所缩短的时间 是难以估计的 只有救赎的防护作用 不会为你带来后遗症 因为他的实践方法不是出自你的手 救赎原则远在 他启动之前便已存在 这原则即是爱 救赎只是爱的行动而已 在分裂之前 不需要这种行动 因为时空的信念尚未出现 直到分裂之后 方有救赎计划 以及完成救赎的种种必要措施 那时人们才需要这种防护的妙策 人们有可能拒绝他 却无法误用他 因此 即使被拒绝了 他也不会像其他的防卫机制一般 即使转变为攻击的武器 即刻转变为即刻的武器 为此 救赎成了唯一不具双面刃的防卫措施 他只会带给人疗愈 救赎早已潜入了人类的时空信念 这一内在预设 为人们对时空的信念尚为人们对时空的信赖 为人们对时空的信赖与需求设限了 设置了上限 一切学习最后是靠他而文成的 救赎是人生最后的一刻 这一学习历程 就像上课的教室一般 只是暂时的设置 施设 当你进入无需改变的境界时 学习能力便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在深深不移的永恒里 无事可学也无道可修 在世上 你忍需学习改进自己的知见 成为一位虚心救教的好学生 这会使你的频率与圣子奥体越来越相应 然而圣子奥体原是完美的创造 而完美是没有程度之分的 只要你还相信万物有别的话 学习便成了一件深具意义的事 进化是一种过程 你好似一级一级的推进 每向前迈出一步 便修正了前一步的错误 因此你的前进其实是一种回归 这由时间的角度来讲 其实难以理解 救赎的功能 其实帮你在前进之际 摆脱过去的缩辅 它化解了过去的错误 即使你无需重蹈覆辙 而延误了归程 从这一方面来讲 救赎却是能为我们 节省不少的时间 但它像奇迹一样 是为时间服务的 而非废除时间 凡是需要救赎之处 就需要时间 整个救赎计划 从头到尾 都与时间建立了 极为特别的关系 在救赎完成以前 每一个阶段 都有赖时间才能进行 但整个救赎本身 却立于时间的尽头 它由那一尽头 为我们架起了一座 回归的桥梁 救赎是一种全面性的承诺 它很可能让你联想到 某种失落 所有与上主分裂的圣子 多多少少都犯了这一错误 人们很难相信 没有反击能力的防卫措施 才是最上层的防卫 即此福音所言 温凉的人将要继承大地之意 这个力量会使他们所向无敌 能攻能守的防卫机制 在本质上必然动辄得救 因它的双面刃 会随时出乎意料地刺伤自己 只有奇迹能帮人回避这一陷阱 奇迹会把救赎的防卫机制 转变为你真正的复生服 等到内心越来越笃定之后 你便能发挥保护他人的天赋 因为你知道你是他的弟兄 和他一样同是上主之子 感谢入堂 阁 ? 字幕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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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